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七月七八 新年五月十八 禮拜三 想問在頭一條 唱片廁所去衝突 當時有人記憶 破文中 向喬雄來回不到 這個事情是 發生在屏東的中秋 有兩個太太 因為唱片廁所唱到大小時候 先是一個媽媽帶著女兒 到喬雄的片廁 同這個時間 有一個太太 也中間要去片廁 就一直亂問一直吹 就是這樣 兩個人來起床用 這個小孩 中生的小孩 當中大口 片廁所也沒在上路 把媽媽叫來 叫媽媽趕緊走 適合這個媽媽在臉上發文中 向喬雄來回室 希望說 如果再遇到這種狀況 大家可以 將心比心 可以嗎 我講話就這麼大聲一點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扁鎖在大小的聲音 這個父親人火氣越來越大 只拉肚子可以控制啊 帥屁啊 困不夠啦 讓丹小姐的女兒走到口出來了 女兒老婆的手 趕緊要走 有了 無所謂 沒關係啊 儘量 兩個大人的完結 是因為丹小姐的女兒 肚子疼痛來到冰凍關中 集団這間超商中便室 外面中的富人人可能也 中間用便室一直弄門一直吹 想說他就這樣 手也起完結 那他上廁所 我有辦法控制時間嗎 然後他就開始就是 亂罵一通 當下情緒團就很激動 然後我就是把門關起來 關比較動地 屬於丹小姐的臉書 臉書的臉書的臉書說 今天那天 其實想起 當初有比較大 關門有比較大聲 過失禮 是說他也希望大家可以 中心比心